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威夷虾饭 这虾到处都有 干嘛要夏威夷虾饭呢 哎 你们都不知道了吧 夏威夷的北岸盛产大虾 然后呢 再以这个黄油和大蒜为主要配料 再加上呢 就是夏威夷当地盛产的水果菠萝 所制作出来的夏威夷虾饭呢 是当地最富盛名的一道地方菜 也是到夏威夷旅游的游客 必吃的地方名菜 哦 这听起来就特别有夏威夷的风情 那咱们操作起来 好嘞 好嘞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呢修理这个虾 这个虾呢 有一个小的窍门 我们从这个虾去掉头的这个部位呢 我们大概在超过二分之一多一点点的地方 我们开始下剪刀 这样整个的剪下去 我们看这个虾线刚刚好在我们的右侧面 因为我剪的时候稍微的偏左一点 然后把这个虾线控出来 这样呢 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把这个虾线给它拿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剪了二分之一多一点点 这样呢 一个是待会我们腌的时候呢 会比较入味 另外呢 一会儿我们炒的时候呢 它也比较容易控制火候 而且呢 还比较漂亮 等一会儿你会看到 刚好在这个二分之一多一点的开口的位置 它会整个虾卷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虾卷 好 现在这个虾呢 我们就都已经修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还要呢 用这个纸呢 把它上面 对 而且你看我一般都比较喜欢 用这种网 对 我也发现了 对 这样呢 就是 漏水 对 漏水 把这个虾呀 海鲜的这些多余的水分都把它漏掉 包括呢 肉类的水分也是 你把这个水分擦干之后呢 一个呢 它可以 透气煎的时候不怕煎到 而且它就比较容易形成 快速形成那个焦脆的外壳 然后这个海鲜和肉的这个本身它的水呢 腥味都比较重 我们把它自身的这个水呢 都把它晒干掉 然后呢 这个虾处理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大碗里 我们开始腌这个虾哈 然后呢 这个佐料呢 并不复杂 首先我要放的一个东西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普通的面粉 面粉 面粉 就是普通的面粉 这一盒刚好就是两盎司 它适合放在一磅的虾里边 然后我们把它放下去 放完面粉之后呢 我们再放一些盐 面粉 咸盐 这个盐呢 可以稍微多一点 因为呢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有的时候这个夏威夷虾 你也可以把它的虾壳提前剥掉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认为虾壳里边的磷的含量 盖的含量很多 所以我们还不是 有的人是喜欢吃这个虾壳的焦脆的味道的 对 我就爱吃 对 我就没有把这个虾壳剥掉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稍微的放一点点胡椒来提提味 然后呢 放完了盐和胡椒之后 我们再放上这种辣椒粉 paprika 然后我们在超市都能买得到 撒上一点paprika 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吃辣 喜欢吃辣就多放一点 然后再放这个也是一种辣椒粉 今天还放两种辣椒粉 对 这个还挺鲜艳的 对 这个颜色特别鲜艳 这个叫凯燕辣椒粉 这个凯燕辣椒粉呢 它原产地是在印度 特别的辣度高 然后你不管是你炒菜还是炖汤 放上一点这个凯燕辣椒粉 立刻就变成了一个香辣的菜肴了 当然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吃辣椒的话呢 少放一点 因为它实在太辣了 我们少放一点点的目的呢 是可以让这个颜色更鲜艳 而且能够刺激我们的味觉 放一点点 因为它太辣了 放点提提颜色 提提味就好了 好嘞 然后呢 我们可以放普通的料酒 然后我是比较喜欢用这种白葡萄酒 稍微的适量的放一些 刚刚好可以把这个面粉给它化开就可以了 不用放太多 同时呢 这个酒呢 它也可以带走虾里面的腥味 然后呢 我们把它搅拌匀就可以了 像咱们华人都依赖于就是厨房用的那种料酒 或者黄酒 那个跟这个味道有什么不同呢 没有特别大的不同 都差不多 对 差不多的 你可以放料酒 也可以放米酒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看它这个 这个面粉的这个湿度 就刚刚好你摸起来得有点粘你的手 太稀太干都不行 都不行 对 然后如果你觉得它太干了 你就可以稍微加一点点葡萄酒 然后呢 我们让它均匀的蘸上这个调料 这个不用腌吧 直接就可以煎 对不对 也是要腌个10到15分钟 我们让它稍微入入味 然后也让这个面粉呢和这个 蝦里面的 融为一体 对 融为一体 待会我们煎的时候就更好吃 而且不会有浮粉粘锅 谢谢 然后呢 就是我在拌的时候呢 这个比较optional 你可以喜欢一点点甜味的话呢 稍微放一点糖 放一点糖的目的呢 还可以等一会儿这个色泽更鲜亮一些 也可以提味嘛 对 也可以提味 然后我们把它呢 放在一边 蝦呢 咱们要腌个10到15分钟 那这个时间呢 咱也不闲着 夏威夷虾饭的里边有一个主要的材料 就是饭 米饭 我们现在都通常会用这个电饭锅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掌握好比例来焖饭的话呢 比电饭锅蒸出来的饭更好吃 我也感觉 嗯 好嘞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呃 焖米饭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水和米的比例 这个呢 是刚刚好16盎司的米 我们已经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水沥掉了 我们把它先放到锅中 然后呢 其实这个米饭米和水的最佳的比例呢 是1比1.2到1比1.4 也就是说呢 1比1.4 嗯 我们16盎司的这个米呢 我们刚好放上20盎司的水 嗯 这个比例就比较恰当了 嗯 所以我们也不用小时候还得拿指头筋去比一比 直接量化就可以做好 16盎司的米 对 20盎司的水 对 20盎司的水 嗯 嗯 然后呢 我们把它做开哈 嗯 等到做开之后呢 我们就要关小火了 嗯 关小火 刚刚就是好15分钟 然后我们再给它焖上个十来分钟 哦 15分钟就好 然后焖上十来分钟 对 我们在这个等这个饭锅水开的时候 我们来教大家一下怎么切这个蒜末哈 看蒜头冲左边 蒜尾冲右边 嗯 然后呢 我们以它水平 我们开始平水平的拿上一刀 这真是个技术活儿 多练练就好了 很好玩 有点跟那个切洋葱差不多对不对 对了 一个方法一起同工 我们把它切下来 然后我们这样把它切了横层面之后呢 我们再来这样子 这样切成的蒜末呢就非常均匀 嗯 然后等一会我们炒的时候呢 在大虾里面 它就不会粘成一坨 它有颗粒状 嗯 来看 好 这个米已经开锅了 开锅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关小火 嗯 慢慢的炕着它 嗯 小小的火让它刚刚好开 嗯 然后呢我们要定时15分钟 定时15分钟 炒虾呢我们采取的是橄榄油 不需要太多的油 一点点就好了 黄油把它划开就可以了 划黄油 嗯 用橄榄油呢是因为我们整个全程的油温都不会太高哈 还是一样我们划这个黄油的时候油温别太高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火偏小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蒜呢放进去 不用全放进去 嗯 我们留一点最后做那个蒜融用 就是在30秒之内 嗯 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虾呢放下去了 嗯 香味扑鼻啊 对 香味扑鼻 嗯 对海鲜和这个蒜放在一起 这个一个呢是蒜味呢 它可以呢减少这个海鲜的腥味 嗯 另外呢这个蒜呢还可以杀菌 大概隔两分钟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火红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就中小火就行 嗯 然后我们加了这个虾进去以后 它的油温其实降低的 如果你感觉油温太低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把火调大那么一点点 嗯 你要随时注意这个蒜不要糊 嗯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我们底下这个火 它其实不可能完全的正中在这个锅下面 嗯 所以呢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锅它的角度 随时调整角度 对 你看脑孩的油温高了 你就把它离这个火圈稍微远一点 温度高了我们可以随时把这锅 直接就端起来了 嗯 看这个颜色 这一面还是两分钟 我们看到蒜稍微有点要糊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把这个锅端起来 然后我们稍微的晃一晃 嗯 让这个虾呢受热均匀一点 嗯 我们让它再carry over cook一下下 如果你担心这个比较大的虾 它没有熟透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子这一面再稍微的煎它一下 嗯 其实正常是可以了 但是家里有小孩我们怕吃得闹肚子 嗯 我们就会把它炒的熟一点 嗯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要把它切成二分之一多 你看它卷的又漂亮 然后又容易受热又均匀 对 但我们其实大人吃这样已经可以了 嗯 好了 这个就可以基本上出锅了 我们虾已经煎好了 之后呢我们要再做一个放在饭里边的蒜蓉 嗯 这个蒜蓉呢也是不能用大火 所以我们还是采用这种 橄榄油 橄榄油它不会温度太高 嗯 然后呢我们根据个人喜好看你等会想要吃多少哈 嗯 然后呢我再稍微的放上一点点的黄油 嗯 其实呢呃本身的菜谱它整个是拿黄油来煎这个蒜蓉的 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如果整个都是黄油煎出来的 有点腻 哎有点腻 所以呢我就会添加上这个橄榄油 橄榄油还健康还不腻 对 然后呢我们少量有这个黄油 有一点这个奶油 黄油香味就行了 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盐 嗯 因为这个呢是拌饭吃的 所以呢可以稍微有点咸味呢 它可以解腻 嗯 嗯 这样就已经好了 不要等这个蒜糊 我们放在一边凉一凉它 嗯 好 我们现在呢虾也煎好了 饭也蒸好了 我们看我们自己焖的米饭 刚好是我们想要的 稍微有一点点湿 一会我们要熬造型用的这个米饭已经好了 然后最后呢这个虾上面呢 根据个人的喜好 我们稍微的淋上一点点的柠檬汁 哎 稍微淋一点 稍微的呢 撒上一点点的这个欧芹碎 也放上几颗虾 这个呢就是夏威夷盛产的水果菠萝 然后这个蒜 然后这个蒜 哇 蛋 这是我们刚刚做好的 橄榄和这个黄油的蒜蓉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 蒜里边 嗯 观众朋友们 这道好吃又简单的夏威夷虾饭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学会了 我是学会了 嗯 以后呀 不用去夏威夷 在家我就可以天天做夏威夷的虾饭 好的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如果您想重复收看我们的节目 请上网simulation.net 搜索中文厨房和清海燕 美食天下栏目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